歡迎大家收看單車奇遇 鄭國今天很高興帶著大家到雲林去逍遙遊一下 當然在逍遙遊過程當中也充滿了競賽組的一個精彩的競賽 那一起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歡迎Step Dragon的總經理 歡迎李俊誠 李總 李總好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旁邊這位的年輕人是我們建屋山世界行銷推廣部的經理 歡迎李衛宜 歡迎衛宜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OK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次的一個話題呢 不過我剛才講說講到雲林 大家想一般騎車 我們可能都集中在北部地區 要不要高雄 台中 雲林現在的一個自行車活動的發展是怎麼樣 當然李總應該是最了解 你是雲林的子弟 是的 雲林先生是現在這個在自行車的樂果的部分 是比較缺乏的 一直都沒有很好的活動來帶動 這些樂果的運動氣氛 其實在環境上面應該是夠的 已經很成熟了 環境是可以的 其實雲林縣的環境是很好的 因為它是一個農業的一個 所要的所都 所以它有很好的休閒 跟農業休閒的一個地方 是非常友善自行車的一個 其稱的一個環境 是的 是非常好的 那你這個在地子弟呢 要為他們做一些努力嘛 為這個在地的環境做一些努力 所以說這次結合了劍湖山 兩個單位大家舉辦了這次的活動 是的 是 好 這個活動其實在五月份之後已經舉辦了 那我們到現在幫大家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介紹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了解一下 在雲林的自行車的一個騎乘的環境 我們說這次是鐵馬油雲林單車挑戰賽 在這次參加的規模呢 整共的人數大概多了 這是破兩千人 破兩千人 比我們預估的還要多 是 當然有劍湖山世界在這邊 一起的陪伴 是 好熱鬧喔 那天其實光在出發點這邊 我們就準備出發 其實那邊都相當熱鬧 劍湖山的那個代表的玩偶叫什麼 叫咕咕跟Kiki 你一定要交得出來 咕咕跟Kiki那天 也在現場幫大家炒熱 這個環境 不過這次出發點 就從人文公園開始做出發了 是 其實雲林這邊很多觀眾 他不是很了解 在地的子弟 幫大家介紹一下 人文公園 人文公園其實是在雲林縣 其實它是在斗六 就是雲林縣的一個首室 那麼它是一個 地方的代表性的一個公園 它的佔地非常的廣 也在雲林縣的這個 移民科技大學的旁邊 也在雲林縣的縣政府的旁邊 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看那個公園好大 很大 好大的一片公園 不過這次在SD 他也提供一些車子 是 提供給大家來騎乘 是的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是當天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再回憶一下 在當天的整個的熱情 好 這是你看有兩千多人 不管是參加所謂的 我們說比較輕鬆的逍遙遊 這個樂活休閒組 還有就是競賽組的 有市民組跟相關的一個 精英組的一個比賽 其實在當天 我看雲林縣政府真的是相當幫忙 是的 好相當幫忙 其實在這邊 我們看到 其實像這樣的規模 曾國其實我們去採訪 每個自行車活動的時候 剛剛就陳如光黎總講的 就說 好像大家這個跟媒體的互動 好像不是這麼習慣 是的 是的 所以說其實 慢慢大家以後看到的媒體 大家可以很熱情的跟我們打打招呼 其實展現出你的活力 展現出你的活力 我們先看一下當天的一個出發的輕鬆 來 我們的劍無山世界的出來了 這兩個 這兩個玩偶是相當具有代表性 大家到劍無山世界都看得到 一定會看得到 都可以看到他們 那天帶著大家做熱身運動 那天帶著大家做熱身運動 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雲林的環境算不錯 雲林的天候可以介紹 天候地形其實都很好的 天候地形 是的 其實對於我們這個騎自行車的活動 是非常方便的 這個是我們劍古山世界的 蕭協玲 蕭協玲 你看 這個是我們雲林縣的大家長 蘇智芬 蘇智芬 蘇縣長 也來這個活動現場 來活動現場 你看那天其實 我覺得那天吸引大家的是什麼呢 有一個很大的誘因 李總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除了雲林的好環境之外 那天的獎金是很吸引大家的 是是是 對不對 威夷是這樣子 沒錯 聽到那個獎金還蠻高的 是的 金營組的第一名呢 可以拿多少錢 金營組的第一名呢 可以拿到三萬塊的高中獎金 三萬塊錢 所以我那天也特別問了他們一下 說他們說 真的這個是還是國內稍有的這樣子的一個 稍有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 其實光獎金能夠吸引大家之外 其實在獎品的部分也相當 相當豐富 豐富 包含建福山 包含SD 這邊都準備 是的 SD這邊有送出腳踏車 包括了很多的廠商也贊助了不少 你送的最大獎是多少 我們送的最大獎是我們的SS3AU 最高級的車子 價值 價值兩萬多塊 建福山世界都不能輸人家了 你們送出的這個貴賓住宿券 對我們主要是貴賓住宿券 還有一些就是餐券的部分 跟一些紀念性的小禮品 嗯嗯嗯嗯嗯 其實你看 那天就在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適合辦活動 然後稍微做一個簡單的管制 大家就準備出發了 好 這個出發這一順 這一個時刻 我相信李總應該是留下感動的眼淚 是的 這是由你 你們兩個 兩個企業大家互相能夠 所贊助完成的一個活動 是的 當時的心態 只有感動兩個字 感動 對因為那一步 讓我們感觸很多 因為我們籌備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跟建福山世界 都非常的投入 嗯嗯 大家都很辛苦 一個多月的準備期 好 那麼為了讓這個活動 因為是首次 在宇寧縣舉辦 這樣的大型活動 我們也很怕沒有做好 好 對公部門也好 那麼我們兩個單位也好 我們壓力都很大 壓力蠻大的 是的 來我們這個 當然公部門的大家長 蘇智芬蘇縣長 他在當天也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其實在雲林的一個 騎自行車活動的一個發展的情形 你好我們來聽聽看現場怎麼說 好 江東電視台所有我們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就是站在雲林縣 呃這邊的話非常非常的漂亮 呃我們今天行自行車所行進的路線呢 會到谷坑綠色隧道 是前台灣最漂亮的 終點的話就是在建福山 歡迎大家一起來到我們雲林縣 呃雲林縣的話好山好水 又有好吃的東西 那整個自行車的步道的話 可以說遍布全線 我們有呃休閒的路線 又很生活圈的路線 那麼也有挑戰性的路線 歡迎大家來到雲林縣 OK好當這個縣長跟大家介紹一下 雲林的一個騎自行車的環境 那其實這次的一個騎自行車的環境 正國這邊有個路線圖 我們大概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看到這邊 嗯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我們起點人文公園 從人文公園這邊出發 那逍遙遊的朋友 就騎騎騎 這個呃 李總你告訴我這條綠色的路線 這叫什麼 呃就是我們的這個雲林縣 省政國所規劃的鐵馬道 算是鐵馬道 自行車的專用的鐵馬道 其實從斗六道谷坑的一個專用的鐵馬道 是的 這一段的話就是 呃目前最夯的的鐵馬道就是這一段 就在這邊 對因為它也會經過所謂的 我們很有名的谷坑綠色隧道 是 然後也有密封故事館 好 另外的話 它也會經過一些就是以前舊堂場 OK 有一些像鐵道的一些遺址 對 所以說我們騎到了這個綠色隧道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劍湖山世界去騎 好 可以享受到農村的風光 一直到劍湖山世界 總共有18公里的一個路程 我們就來看看當天 這些逍遙遊遊的朋友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 最好的 我們先來看看 這件事 我們先來看看 感谢观看